美国的川普主持者攻进国会议事堂的冲突画面 传遍全球之后 美国上上下下就开始反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动摇国本事 川普有可能被第二次弹劾 但另一个马上被抓出来战犯是社群媒体parler 上个周末最大的新闻就是两大行动平台 Google跟Apple就联手封锁了parler 不给下载了 同时Amazon也宣布停止提供云端主机的服务 Amazon这招最狠 社群媒体都是靠电脑网络才能跟用户连上 云端主机不给parler用 等于是叫他马上脑袋搬家 脑袋搬家怎么快 于是parler马上就停摆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parler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网络巨头下这个众手 杀了parler美国的民主就有救了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薇 欢迎收看范淇薇的特地看世界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parler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这个parler是设立于2018年 他的服务有点像是推特跟IG的混合体 他标榜自己是一个最守护言论自由的社群媒体 用户在这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绝对不会被审查或移除 而且parler也不会像脸书或推特那样 用搜集用户资讯的方式来盈利 但是parler的快速成长是在脸书跟推特 在这次大选当中针对川普的发言加注事实查核之后 很多川粉就跳到parler来表示抗议 他们认为Facebook跟推特的审查机制对川普不公平 明显偏懒他的对手拜登 而且打压了保守派的言论自由 因此集体跳槽 你可以在parler上面找到什么呢 川普最大支持者之一就是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 在parler上面拥有260万的追随者 福斯电视台的主播莱文跟汉尼提 也各自有200万的追随者 整个parler几乎就变成了保守派专属的社群媒体 他们可以在这里交流集结 并且免于脸书跟推特 帮他们标示新闻来源澄清假讯息的服务 但除了保守派之外 parler也成为QAnon这类极右派阴谋论 仇恨言论的大本营 QAnon已经被FBI宣布 有可能发展为本土的恐怖分子 最有名的主张就像是全球有一群崇拜魔鬼的 恋童癖民主党人串联起来 一起要推翻川普的阴谋论 甚至说许多好莱坞的艺人在喝小孩血 他们还相信川普总统在跟深层政府进行斗争 就是除了表面的政府之外 还有另一群躲在黑暗中的人组成的地下政府 选举开表过程中种种问题 就被QAnon这一派拿来佐证深层政府的存在 你看这个选举问题这么多 一定是深层政府的人不想让川普总统连任 这些言论因为在推特或脸书上面 会被标示为极端言论 假新闻会直接被删除 于是这群支持者就全部跑到Parler来了 那1月6号川普号召支持者上街的时候 大量极端川粉就在Parler上面 转发相关的讯息 一呼百应之下 川普支持者就气势如虹 一路就冲进了国会 史无前例的打断了选举人团 开票了作业 吓坏了美国的社会 于是Parler就成为众矢之地 这个网络巨本们就很快的做出决定 Apple跟Google把Parler的App下架 但这只是阻止新的人进来 无法阻止已经有Parler人继续使用 一直到Amazon也加入风沙 暂停了Parler的伺服器服务之后 Parler就真的可能在24小时之内直接消失了 这些网络巨头们之所以对Parler动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国会的反垄断审查 美国两大政党对这些科技巨头大到不像话 基本上已经共识 去年10月美国国会朝野两党联合召开听证会 要求四大网络巨头Apple、Amazon、Facebook 跟Google的CEO要出席作证 目的就是要厘清网络巨头 是不是已经垄断了网络产业 在听证会当中 两大党人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 相较于共和党人专注在经济层面 民主党人关注的重点 则集中在假新闻跟极端言论 当时还在跑大选的拜登公开表示 滥用权力是一种罪过 他认为网络巨头们放任假消息四处流窜 让不负责的匿名极端言论得以四处传播 严重的伤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拜登阵营的发言人希尔在受访时甚至表示 只要拜登选赢这一切都会结束 誓言要胜选之后就要整治假新闻跟极端言论 这次几个网络巨头对Parler的处理如此果断 就是预期拜登政府上台 对科技公司跟网络言论的态度会更严厉 所以及早布局 于是在几天之前 Apple、Google跟Amazon就先后 跟Parler就划清了界限 用的原因都是Parler没有尽到moderation的责任 在Apple跟Google的声明里面都提到这个字 意思就是主持网站的人 没有尽到好好管理的责任 让平台上充斥着大量鼓吹暴力违法极端言论 于是三大巨头联手下架的下架断网断网 但这样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先不要讲这个Parler上面 又不是只有暴力跟假新闻 又有一般使用者的普通发文 那这些人怎么办 那也有舆论认为 应该要把Parler的命运交给市场决定 Parler主张自己扣 卖这个网红的业配就可以生存 但是广告主多半是不喜欢极端言论的 那Parler商业模式跟极端言论能不能共存 并没有经过市场考验 最重要的是 封杀Parler就能解决一谋论了吗 恐怕很难 尽管Parler被下架了 但是使用者还在 这些极端分子即使无法使用Parler 一样可以转移到更老的 像是这个Mewi或是GAP 继续传播音波论跟暴力讯息 这次之间也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到底是谁有权来审查言论 川普的儿子小川普就控诉 美国的自由言论已死 但其实美国的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规范的对象是政府不是私人企业 三巨头因为极端言论 封锁Parler并不算违法 只是很多人也提出疑虑 如果科技公司有这么大的权力控管 拿捏言论自由 那么一般用户入被封锁或删留言 要如何寻求法律救济 对于社群平台的控管 言论自由的拿捏 大家觉得有办法做到平衡中立吗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带你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Finds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